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的就是这个字 相信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很多字 像我这样子两手伸出来 1234567什么都有 那其实这个字呢 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些朋友说 字可能会病变啊 那有些人说这个字是美人字 不可以乱乱去除 那我自己本身就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去年这个字是真的是癌变的 所以大家还是要小心的 今天就带大家去认识这个字 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那刚才有提到这个美人字 为什么又会有美人字呢 我们就来请问一下丽婷老师吧 说到这个美人字啊 其实它是有一个典故的 我们先不谈它哪里出处 先说美人字的位置在哪里吧 通常是在眉心 这是古代的审美标准 在眉心中间呢 就是美人字 那现代人呢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90年代有一个名模 Sindy Crawford 它的字是在嘴角边 那个是现代人的审美标准 叫做美人字 那传说呢 它是跟杨贵妃有关 唐朝的杨贵妃呢 她很漂亮 宁肤血脂嘛 那有一次呢 她就不小心跌倒 伤到她的额头 那就需要用药来治疗 当时呢 皇宫里面的寓医啊 就建议说 用水雕的骨磨成粉末 来敷在脸上才能治好 但是呢 因为水雕它很灵活 水不容易捕捉 要怎么办好呢 有一个渔夫啊 就寄中寄了 就把一个 就是死去的水雕 腐烂了之后的水雕 抽取她的这个骨头 来磨成粉 献给皇上 那皇上很高兴 就让杨贵妃就用药了 果不其然啊 这个杨贵妃的伤呢 就好了 可是美中不足的是 据说呢 因为死了的水雕的骨啊 它的药用的效果 没有那么的好 所以呢 就在杨贵妃的额头上 留下了一个淡淡的疤 而这个疤呢 它其实不明显 但是它是粉红色的 所以杨贵妃就求好心切了 心生一计 就用朱砂笔 在那个额头上 点了一点 那个疤的地方 从此以后呢 竟然形成了另外一股流行 因为她点了这个朱砂笔之后呢 发现更加的妩媚动人 皇上呢 也是龙颜大悦的 从此以后呢 人们就模仿她 在宫中流行起来 画了这一颗痣就叫做美人痣了 那程如刚 维宾所说的 其实痣啊 如果长在一些不好的地方 或者它大量的变化 出现 比如说增加 或者颜色改变 都可能是一个 病变的一个前兆哦 所以今天我们要请医生来 好好跟我们解释一下 是的 那还没有进入我们 今日这个主题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从今天开始 我们将会穿插的 这个新的环节 叫做新闻热点 就是大家来关心一下 国内最近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那今天我们首要 就跟大家提的就是 我们国内最近闹得沸沸扬扬 就是很多这个儿童 而且呢 还有一些男婴 是因为在这个保姆 这个不当的照顾之下 而适适的 所以坊间现在都在谈这个保姆 到底要怎么去选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新闻 那从这个今月 这个什么 这个八月的八月初 是吗 八月二号 在柔佛 就是南马那边呢 就有传了一个视频出来 在念书上呢 很多人都在看到这个视频说 有一个中年保姆 在喂食这个男婴的时候 不断地拍打这个男婴 那他也在这个视频里面 有提到说 对 这边喂一边骂说 不拍打 就在跟那个拍视频的人说 不拍打他不吃 对 是 所以这件事情 因为那个视频上传到这个社交媒体之后呢 就引起人们的关注 觉得说这个保姆也未免下手太毒了 就小朋友吃得慢 就被他打 而且是掐住他的头来打 所以大家就在质疑 这是不是一个虐童事故 其实只要是你开始动手打小孩 在18岁以下的全部都算是虐待耳朵 对 所以很多人也开始问了 那个拍这段视频的人到底是干什么呢 为什么没有阻止呢 对没有去阻止到 我觉得这个人他根据这个报章的报道是说他是属于偷拍要取证据的这个视频 我们先来听一下我们这个街房我们的老百姓对这个事情有什么看法 照顾的 暂时还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我看我是不会请保姆 有请过保姆 有啊因为要出去做工嘛 一整天因为我们都在外工作嘛 假期的话就搬回来 我的孩子没有读书之前呢就是啊我上班之前 这个背景观景 观察这个保姆有没有爱心啊 不会照顾很多小朋友比较专业 看缘分啊 人格啦 然后环境啊 对小孩子的那个容忍度要很够 可能会给别人照顾吧 给保姆带 我会给自己人带 有的选择还是自己代表好 我觉得说那个亲子关系还是会比较好 其实很难讲去评论 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那个人的性格 我不可以说请保姆是不好 或者是请保姆是好的 只是看我们个人的遭遇 遇到那个保姆是否是尽责任 Time to time去检查 去complain这些这样的人 通过朋友能够认识这些保姆的话呢 还是知道一下他可能是 这个人的性格方面 到底他们是不是真的是喜欢小孩子的 过了这期世界我们都知道 其实找好的保姆 可以让人放心的保姆本来就不容易 可是现代社会是双薪家庭局 爸爸妈妈都要工作 所以呢 让就是找保姆带小孩 也是很难避免的事情了 其实我自己的个人的这个意见 倒是认为说 如果是可以的话 要生养要生育的话呢 还是暂时辞职 最好支持小孩 一转接下来有说 这个小朋友出事的前几年 是最关键的那几年 如果是母亲可以自己照顾的话 对这个小孩的身心发展非常有帮助 当然我们看到在那些妈妈的群组里头 很多人也在讨论了就是找保姆的时候呢 他们可能会考量几个因素就是 首先那保姆可能带的小孩呢 不会那么多 那他比较可以专心 那耐心也会比较好 脾气会好一点 那再来就是呢 可能要找比较相熟的 口碑比较好的 那当然我当然也是希望说 我们的这个政府可以 比较严谨一下 就是一些执法这个实行一些什么法律之类的东西 那如果可以的话就是可能以后专业的保姆就要求说 看视频一下 你有没有隔参考你的视频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好的 对我知道有一些妈妈也在讨论说 是不是要给证照 对 合格的保姆怎么去界定有什么要遵守的 最好是有执照啦 对 大家就把孩子交给相关单位的时候会安心很多 嗯 是的 所以呢 这也是为了避免很多悲剧的发生 对就好比上个月就有两宗的这个男婴 因为这不当的照顾保姆这个不当的手法而去世 对对 但其实照顾小孩本来就要花很多的心思 因为小孩子可能一个不小心就会因为一些意外啊 而受到伤害啊 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这则新闻是甚至是啊 虐婴过后 很心寒 把男孩的尸体放在冰箱里头 对 非常的可恶 我们希望说这个以后就不会再发生 对 希望修法和立法方面也可以帮助到更多的爸爸妈妈吧 那我们这里先细细下进一段广告 稍回来呢就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 怎么样去了解我们的质到底应不应该除掉它 今天呢想跟你们介绍一下我们的猪包展 这个猪包展呢已经是有15年的历史了 今年大概有100个参展商来自13个国家 然后呢我们这边的产品大概有2万多件不同的猪包首饰 主要你想象到的猪包都在这边可以找得到 参展商呢大部分都是一些厂家 在这边的猪包呢会比市场上的比较便宜一点 因为是直接销售 在今年的开幕典礼呢首先我们的guest of honor 就是东古达拉 Nakia Nakutin 她也是我们赤美兰州的公主 今年我们的开幕典礼呢就有一些比较特别的猪包会展示给大家看 第一这个猪包呢就是我们一些参加比赛的产品把它做成了这个献品 早来呈现给大家看这些产品呢都非常的独特 因为只有一件我们的这个展览会就是从8月3号到6号 早上11点到下午7点 请尽快来到我们这个KLCC Convention 马来西亚国际猪包展 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会长痣 不过若痣长在令人尴尬的部位 大部分人都会为了拥有一张漂亮干净的脸蛋 而不惜想尽办法去除脸上的痣 这种情况在这个以外貌评估一个人的社会里尤为常见 但除痣也是有讲究的哦 如果在完全不了解的情况下 贸贸然选择到路边的点痣摊将痣点掉 可能会对皮肤带来伤害 痣本身是良性的 但有些部位的痣经过外力刺激后 恶变的几率会增加 万一发生癌变 那就得不偿失了 所以爱美的朋友 在除痣之前一定要做足功课 不要因为一时冲动而付上不必要的代价 今天火力加油站将与你分享痣的种类和去痣的方法 其实关于痣 我们民间有很多不同的传说 比如说痣长在哪里好不好 那跟个人的信仰有关 但是从科学上来讲 怎么辨别那是一个好痣还是一颗恶痣 而且它是痣还是斑 我们这就要请教专业的医生了 好 我们有请Dr.Chang Dr.Chang 你好 您好 谢谢 谢谢主持人邀请 谢谢各位 别这么说 好 欢迎你再一次上到活力这条站 刚才丽婷有提到一个重点 就是我们华人尤其 尤其是可能去听一些相事 什么之类的说 这个痣长在这里不好 然后就是说我要去长方设法把它弄掉 其实这个痣先查一下 为什么我们人会长痣 如果我再讲下一个我要讲的东西 你肯定是要把身体痣全部把它消除掉了 如果我跟你说痣这个肿瘤 你会怕吗 痣不是黑色素的沉淀吗 痣不是黑色素的沉淀吗 所以它变成是一种良性的皮肤瘤 每一个人身上都会有 对 每一个人身上有 其实谁有痣谁没痣呢 我们都不知道 那一般上只要痣良性的痣 或者是每个人身上痣 10到45颗甚至50颗 是非常正常的 这样我还属于正常 是因为维平的手上就很多 你看1 2 3 4 5 大大小小 至少有20颗左右 这边也有 有不同颜色的 比如说肉色 黑色都有 这本身它可能是黑色 可能是肉色 主要体积于它的 这个什么部分里头智长出来 然后它里头的黑色素细胞 有多少的成分为主 可是我们这边说 1%的人天生有痣 那为什么 99% 99%的人是天生没有痣的 可能会不会有后天有痣的 对 1%的人生长就是可能有痣 所以我们说 只要在这个发育前 有生长的痣 都是属于先天性的痣 然后后天性的痣 可能在发育后所成长的 所以它有非常多种 那么10岁过后 多数的痣 都是因为这个太阳暴晒所引起的 那这并不排除 这并不排除 其实有些身体的部分 并没有接受任何的暴晒 它也是一样可能会有 长这个痣的风险 对吗 然后白皮肤或者是西方的人 它的这个身痣的距离就比较高 这样是不是说 从这个比例上来看 我们华裔跟乌裔或者是印裔 华裔是最容易长痣的 对 只要皮肤越白 它的长痣的这个机会也高 那痣又分很多种 先天性的痣 它可能是跟后天的痣 会不会长不一样 对 先天性 其实它有非常多种 我们看在电视机前 至少有四种不一样的痣 然后你看第一个小先天性痣 它的这个体积主要是 少过1.5公分 是像我这种 是 对 你那一种大概是 有可能是有一些是中等线 然后它甚至它有这个G型痣 G型痣超过20公分 所以你可以想想这个小朋友20公分 20公分那么大 所以有一些人半边脸可能有 深色的色素 那可能是G 那一个是斑 那是另外一种斑 那胎季又是另外一种东西 对 那是一种 对 所以胎季有可能 胎季也有可能是痣所形成 而且你会发现到有些小朋友 他的这个背后或者他的脚 有这个非常大的痣 而且长毛的 对 就是这种 那种就是毛状 毛状先天性的痣 对 除了这一类以外 我们当然还有看过其他 比方说我们刚才有提到 这种是一种 一种铁一半的太田母斑 那这也是一种痣的其中 咖啡斑 甚至蒙古斑 还有斑点壮痣 OK 这一些是什么呢 像这个斑点壮痣 这个是 像是一张网 在一个范围里面 对 它在一个范围里头 你所看到的是 是一个非常平滑的 然后中间它有点斑点 然后斑点呢 就特别的这个黑暗 像有点扩散的这个 有一些人看起来像什么 副盘子啊 它的那个痣是有浮出来一点点很多 对 副盘子那些是 Rasberry 英文叫做 对对对 那个是后期所长的这个痣 后期 是因为太阳这个紫外线吗 一般上我们可以是看 可能是这个太阳引起 这个后期 然后有很多时候都是完全是 在没有任何的这个 尖罩之下 是吗 就是长一颗痣出来 可能身体的一些变化 是 其实我们常见的 就是这一些吧 对 常见那个 比方说围兵的手上的 最常见的就是这一种 它平滑 它是中色 然后它不会浮起来 然后有一些是可能非经典 非经典 这是我们所担心的 它的颜色不规则 它的体系不规则 那么如果长这一只 形状也不规则 不规则 我们必须要非常小心地去 去监督 对 然后你看到有的黑色素 黑色素质 这最常见的就是一颗 非常地黑 沸起来 一粒 有时候会随着你年龄 长大而长大 对 这个就是这个副盆子 副盆子 这个也看过 这个通常是长在身体 背后 也是背后长到 因为有一些质很难免 就是说它看起来很不雅 所以人家都会很介意 对 还有一些好像有光圈 有晕开 那也是属于后天性的 它都是属于 我们叫光环痣 光环痣里头它长出来 可能几年后 它突然间不见掉了 然后有一些是粉红色的 是这个皮上祥组织里头所称 所长出来的 非常粉红色的 你甚至看到有一些痣里头 完全没有黑色素细胞 为什么 它是好像个肉粒这样 你看到这个叫细胞痣 尤其是长在脸 你看到吗 脸 是不是英语我们叫 而且它会长 英语叫 它其实就是一种痣 而且它有一个毛长出来 对不对 一定会有毛这种痣 不一定 不一定 电视机很多材组都有一颗有毛的 肉色的 所以你看这个就是细胞痣 然后还有一个非常常见的 你看到有一些人 他的皮肤上好像类似黑青 鱼青 那个叫做蓝色痣 也是色素沉淀的一种 也是色素一种 有成这么多种类 对 而且那个痣在的位置 也会不一样 对 我们主要是把它分成四大类 如果它的位置 第一个 它可能是在这个交接处 这个交接处在皮肤真皮层 还有我们的这个表皮层里头的 也就是我们的黑色素细胞的所在之处 那么这一类的痣 刚刚我们看到的 它是表面平坦 它光滑无毛 那第二类呢 我们可能它是从这个真皮层 所生出来的 它就会把它浮起来 所以通常它的颜色是以肉色 而且是半球浮起 那么 对 这类 要知道这一类的痣 为什么重要呢 它重要就是 当我们下手 要去把它去除痣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到多深 才达到这个效果 或者我们不能够下到太深 来避免任何的病发症 所以这个是比刚才的深就对了 对 这个长来增皮层内 是不是代表 这个也比刚才那个来得危险 未必 未必 其实未必 一般上这个痣 如果是说危险的话 那我们之后我们可以 看我们再进一步地去分析 对 接下来是这个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 复合制 这个复合制就是综合了 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交界处 还有这个真皮层内 所以它两者 你一看非常容易 确认这个就是一个复合制 所以它治疗的时候 你看它中间浮起来 对吗 所以中间浮起来的地方 它是属于真皮层 所以我们这里要烧到比较深 如果在旁边 我们就不能够治疗太过深 对 原来是这样 所以中间浮起的部分 是要更准确 整个把它再连根拔起 这样子的感觉 它一个叫混合制 对 混合制 混合制一般上 它是属于刚才我们那个综合 然后再包括其他 可能是有其他的字 光环 或者是常见的就是 对 就是有蓝字 就穿在一起 所以这个更复杂吗 非常复杂 所以这个会更危险吗 未必 主要就是在看它的短时间里头 是否这个痣的形状 它的颜色有没有改变 好 紧接下来很常 人家会问的这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别人的皮肤这么光滑 我却长这么多痣 那痣到底是有几个原因 谁长痣 谁没长痣 我们到现在的还分不清楚 傻傻分不清啊 但是主要是看到它有遗传的这个现象 然后当然是长期在这个太阳阳光下暴晒 这种痣的风险也逐渐的高嘛 然后呢免疫系统 免疫系统低的人 或者是在吃一些免疫系统药的人 我们发现到 其实它长好多痣 所以能不能这样说假设吧 围兵已经有小朋友了 不对不对 围兵的父母亲全身上下都很少 甚至是没有痣 可是围兵有这么多痣 那它很可能就是这两个因素 假设围兵不喜欢去晒太阳的话 免疫系统的问题就会比较高 可以这样子来分享 医生会这样鉴定吗 不会 因为围兵的这个健康蛮好的 对不对 非常健康 所以免疫系统 所以都跟他讲的是免疫系统 是很明显这些人是不健康的 对就是一些可能比较得了癌症 或者得了这个艾滋病 或者吃一些免疫系统 医治免疫系统药的人 他长这个痣的机会比较高 而且这个是在他们病发过后 才会开始出现的痣 其实从小就有的那个都不算 那个应该是遗传因素 对 遗传 那能不能这样讲 反过来讲说 假设有一天我发现 我的身上牧民长了 越来越多的痣 那可能是我们体虚 是不是个讯号 是 这些对健康的讯号呢 其实也未必 因为我们刚才有提到 其实为什么一个人 突然间会暴涨痣 对吗 很多时候就分不清楚 也不知道它正确的原因 但是如果你能够在很短的时间 可能长了一百多颗的痣 这个就有问题了 那一个就是必须要去 非常小心地去处理的 那我们其实有很多 民间的迷思 比如说痣长在这里 可能好 可能不好 在Dr.Chia的眼光来看 是怎么去分析它 我不是面向师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 您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那再问一下 Dr.Chia如果是说 一个人现在脸上长的痣 他觉得很不雅的话 对 那他要处置你们 你会建议他说 需要做些什么事情 第一 第一个步骤 我们一定要确保 这个痣 如果是来到我们诊所 当然我们是有专业的医生 我们去诊断这个痣的这个类型 然后确保这个痣是良性的 很安全的 能够被它移除 对吗 然后第二呢 我们就当然是要问这个 顾客本身 到底他的 对 他想拿掉的话 他觉得这个有影响他的美观 那么我们的工作就是让他美 对啊 而且是确保是安全性的 我们就可以进行这个 顾客手术了 那这个到底他们 老头家会怎么去详细的 做这个痣 看对 这个痣 我们稍会更进一步的 跟大家分析的 现在先看一下 刚才力庭的这个最大的疑问 痣长在哪里最好呢 这里 哪里有痣最好 一 两眉间有痣 两眉间在相学上又称事业工 象征着一个人事业的发展 这个部位若有善智 表示你将来拥有庞大的事业 但是眉间有痣的人 对于另一半的要求会比较高 在婚姻中会出现夫妻不合的情况 谨记要处理好夫妻关系 二 鼻头有痣 鼻翼 鼻子在面向十二宫中称为财伯公 鼻头越风龙收入就越多 鼻翼越饱满 基础也越多 鼻头突然出现痣 则表示你最近会尽点小财 但是鼻头有痣者往往会招惹小人 若是女性爱情运会比较差 总会为了另一半而操劳烦心 然而鼻翼上若有痣 就像保险柜有一个漏洞一样 使钱财轻易流失 会经常为了钱财烦恼 三 尚存有痣 尚存有痣在相学上是一种浮相 表示将一生不愁吃不愁穿 除了频繁有人请吃饭外 同时也是个美食主义者 但缺点就是有时候说话太直 容易得罪人 容易招小人 还会乱桃花 命中忌水 一生中多多少少会遭碰到一次的水难 四 胸部有痣 胸部有痣代表你有一个富贵命 在家中是个经济掌握者 假如痣生在胸部正中心 则乳沟上代表在爱情上会主动出击 争取异性对自己的好感 而且即享受恋爱生活 完全不会将心事收着 让对方猜测 五 首有痣 首背有痣表示你善于理财 而且能在婚后把握家中的经济大权 首心有痣也代表你是一个聪明 而不缺钱用的人 老的时候会很有成就 而且桃花韵还相当不错 是的 那我们常常会听到朋友说 这个痣在哪里哪里不好 要怎么样怎么样去除痣 很多人就去路边点痣 我最常听到 千万不要 因为这个痣我们才有跟大家分析过 有这么多种类 而且当中有一些的确是可能会病变的 那正确的这个除痣方法 我们先来看一下 请问请教一下Dr.Chang Dr.Chang 如果是这个除痣的方法 我们就不要讲正不正确 就是说市面上一般常见的有几种 比如说刚才讲的 路边点痣到底它是怎么点的 它用什么方法 路边点痣两种方法为主 第一个是电灼 电灼就是哪一支电 把它直接烧掉 像烧汗这样烧掉 对 就好比烧汗这样 无险折性的把皮肤细胞把它烧掉 那是电灼 那第二个就是这个酸灼 酸性辅佐 酸性辅佐 就是抢水 acid 对 就是抢水 直接把它点在这个皮肤里头 让它破坏那个皮肤组织 杀死整个皮肤 然后再让它结痂好回 就以为痣没了 但可能伤到皮肤了 它一定伤到皮肤 因为在这两种方法 它是属于不科学的方法 所以你点的时候 对吗 它把那个痣烧掉了 其实正常的皮肤 你不能够控制性的去把它烧掉 因为你想想这个痣 它可能只是好几米里 很浅而已 非常非常的浅 那我们怎么去用这个肉眼去评 判断 应该要点多些 对 那我们这个激光跟手术 刚才另外一个个我们就常常会听到 也知道它是什么 正规的医疗手术 对 正规甚至这个氮气冷冻 氮气冷冻 是什么东西 氮气冷冻就是英语讲的 那个nitrogen oxide 它一喷一喷 对吗 把它降到这个皮肤 组织降到零下170多度 所以这个是把它冷死 冷死吗 就把它冻死 冻死之后呢 它会自己掉吗 它也会结痂 结痂了过后就自己掉了 这个就是刚才用那个 烧镯的极端 另外一个极端 可是Dr.Jia 这样子一次就可以完全处置吗 那一般上呢 这个痣里头 我们应该谈到它是属于细胞 如果我们把它一次过拿掉的话呢 很多时候都会留下这个凹 一个坑 就制疤 对 就一个坑嘛 所以我们会最好最安全的方法呢 当然就是分几次 那为什么我们把它拿掉的话 可能我们留下一颗两颗的细胞 它还会在很短的时间里头 又再长了 好 好 所以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路边的点质 是电灼或者酸性的腐灼呢 都是不当的 是极度危险的 千千万万不要去试 这个破坏痣的同时也可能会毁容 对 对 在最恶劣的情况下可能会毁容 尤其好多痣 有些迷信的关系 好多痣 是比方是在这个嘴唇 或者是在这个鼻头上的 那一旦是凹烧 或者是把它用这个墙水去烧它 对吗 它会造成这个皮肤的破坏程度 非常非常的难拿捏 所以好多人都破相 就破相 就在找医生的应该也蛮多 好多 也好多 蛮可怜的 是错误的治疗造成的 对 就在路边的点质方式 是 那个后果不堪设想 而且破了相过你要去修复 就要花很长时间很多的精神 对 可能都这样还会有 伤口感染的问题吧 当然是 因为在我们来看看 皮肤要在做治疗之前 尤其是我们讲的 在割除这个痣 它本身就是一种破皮 任何破皮的手术 你都必须要有这个 一定的正规的消毒程序 然后做了过后 那个用剂和在下一个顾客里头 那个消毒用剂的程序 是否这两者有做 有没有做足 有没有把关 对 那一个是非常重要的环节 就是非常严谨的课题 就好比我曾经在头的Channel 里面做过一些脸部的东西 护理 对 护理 他们帮你消毒过后 我不小心碰到脸医生说 哎呀 我又要再帮你消毒多一次 对 就是这个是正确的情况之下 对 就是对的 当然就是避免这一切伤口扩大 就是也为了避免我们留下疤痕 当然 因为几乎厨制就是为了要美 是 要美的话就不要再弄桥返错 不要破想 不要毁容 对 那董事长的建议是什么 如果有任何想要点字的朋友 好简单 第一个就是 正确的是有自己的思想 我们真的要把这个字拿掉吗 如果决定要把这个字拿掉的话 寻求合格也合法的医生 然后在做的时候 这个医生他第一个步骤 他一定会跟你做 就是仔细很详细的检查 确保你的字是可以被安全的拿掉 OK 那其实你们在做这个详细检查 包括比如说 举例说你们会做些什么样的检查 你一定要看 甚至用放荡镜来看 或者是我们有特别的皮肤侦测器来进分析它 鉴定它多深 鉴定 多大 对 OK 那其实我要问一下 算是这个 离鬼道一点 如果是现在我脸上有一颗痣 那我觉得说我不想去除 我觉得没有必要 我可以定期去找你们 鉴定一下说 它没有癌细胞 没有病变 可以吗 当然是可以 其实好多皮肤的医生 在马来西亚里头 他们都有做 这个所谓的这个mall monitor system 有点像例行检查 对 例行检查 对 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检查系统 然后怎么去做一个记录 怎么做一个拍照 OK 如果是一些朋友觉得说自己身上的痣 虽然不要去除 但是觉得不担心 不安心的话 可以做这样的 可以 绝对可以 绝对可以 那如果朋友去点痣了之后 一般如果是到路边点痣 他当然点完了 他就跟你说再见了 你也不会去复诊 是 对 你正规的医生会怎么做呢 正规的医生 你点字了过后是吗 两个星期 或者三个星期过后 一定叫你复诊 那就要看这个伤口 是否有没有这个愈合 如果伤口愈合了过后 然后他会 他会告诉你 这个他这个复发的机会有多大 可能在两个月过后 又再叫你回到诊所里头 再看需不需要再进行第二次的治疗 那有需要吃消炎药的吗医生 我们要看他的这个伤口有多大 如果非常大的话 一般会给这个抚膜的消炎药就好了 OK 对那医生 其实我们有伤口过后常会结痂嘛 对 那结痂的时候是黑黑的 对对 就想抠它 其实是可以还是不可以 那任何的伤口 你要让它自行那个结痂 自行的脱落 如果你把它抠落的话呢 这个伤口还没好 可能会留下八颗 就它一定留下这个炎后黑色素沉淀 哇够力 然后你这个老师怎么这样多搬在脸上 就是因为手痒 那谈到这么多 这个接下来这道问题 其实很多观众朋友都很想问的 口很痒 可能会癌变的痣 怎么去看 OK 第一 痣的本身 它的大小 它的体积 那么我们 对我们要看这个痣 如果是说一个人的身体上有超过100多个痣 那我们要不要担心一点 那个别的这个痣呢 它有多大 如果超过20公分的 我们要特别小心 20公分 做非常大的痣 和有长毛的痣 我们也要非常小心 20公分有那么大喔 是 好大一个耶 那个会不会 我以为是胎记 对 它有非典型的黑痣呢 非典型的黑痣 你可以看到 它突然间 它以前是非常好的 突然间它改变它的颜色了 形状颜色变了 对 它在这个一片里头 有些浮起的地方 有些平花的地方 颜色有些比较黑 有些比较浅 那叫非典型的痣呢 或者是在痣本身旁边呢 可能有出现一些试疹啊 一些皮肤病啊之类的 那个你要非常的小心 那长期暴晒的痣 意思说可能那痣比较 在鼻头上的 比较容易晒到嘛 对 这种痣也是我们要比较关心的 一定要 对 因为这一个痣是后期长出来 因为太阳 反复的去暴晒它 长出来的是吗 这些痣呢 它的危险性呢 大大的比那些 可能在你腋下的痣来的高 那问一下好了 东西啊 如果是现在我脸上 突然间有像这些痣 长出来 怎么可以分辨哪个是痣 哪个是老人斑呢 是因为我们都有斑嘛 这个你问倒我了 因为我一看就知道了 哦 就是要专业的合格医生才会 对 其实智和斑点啊 它的这个 从我们来看可能有一些 它非常接近 不一样 它真的不一样 那痣本身 痣本身呢 它的这个颜色比较黑啦 OK 比较黑 斑都会比较褐色 对 OK 我们看到很多些 尤其电视剧啊 电视就反 戏反映人生嘛 很多人长了一颗痣之后 他会一直去摸它 你知道吗 就有这种 或者是以前那种 人外人喜欢脱它的那个 痣的毛 其实这样子会让痣恶化的吗 这个 任何的伤口 就算是皮肤 如果你不停地去破坏它 让它修复 不停破坏修复 日以累积 就一直在破坏修复呢 它会失控是吧 皮肤会失控 对 皮肤会失控 所以造成这个皮肤 就会癌变的风险 所以如果有痣的话 一般上也不建议去抠 不要去抠抠它 这个其实有逻辑是因为 癌症本身就是这个细胞失控 不停在扩散 不停在增长 对 对 我们看到长期暴晒的人 如果有长了新的痣 比较特别的痣 也要特别小心了 就像比如说那个演什么 金刚狼的那个Hugh Jackman 它这边常有皮肤癌的问题 皮肤癌 它如果这边长痣就特别危险了 当然 对 那病毒 您在做检测的时候 是怎么样检测 这个所谓的黑色素细胞 黑色素细胞 我们来看 如果事实上要把它 这个良性和恶性的分辨是吗 好 我们一般上就会问病患本身 是否它的这个字 含有ABCDE ABCDE 对我们看一下 有口诀点 对这个英语这个 甚至我现在可以加一个F 进到里头 还有说一个F A代表什么 A代表Asymmetry 就是非对称 所以它的这个黑字 是否在很短的时间里头 突然间左右改变了 然后B 一边大一边小这样子 一边扩散一边 对 B就是BORDER BORDER就是边缘 会变成不规则 有些像锯齿形吗 对或者是说变成模糊了 之前是可以看到 这个黑白分得清清楚 变成模糊了 所以它的这个边缘就不规则 C就是它的这个颜色 是否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有没有改变 比如说红色变黑色这样子 对或者是说 淡棕色变成突然间变黑了 或者是如果是暗色变浅了 也要小心 OK 然后我们有想到D D就是Diameter 就是它的这个指径 大小 指径 对有没有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突然暴增 然后E Elevation 就是有没有隆挤 OK 那F我家的F就是Fluid 就是是否有流血吗 有流浓吗 有流不明的叶状的 或者是浓之类 之类走出来吗 这些都要了解 OK 各位观众朋友 如果你现在发现你身上的质 有这些A B C D E F 其中任何一项都可能要寻求医生的咨询 对 要找皮肤 皮肤专科医生 建议他们去找皮肤专科医生 对 还有另外一个科会介入 就比如说肿瘤科吧 假设是癌症的话 当然如果是说一般的皮肤癌 或者是黑色素细胞瘤 如果是在局部性的 一个皮肤专科医生 他可能就把它切除 那么我们再去做一个Full up就好了 如果是他可能是真的好不幸的 变成癌变 甚至有扩散 那我们就要必须要把这个肿瘤科医生 也一起把它带入这个治疗的程序之中 那切除如果是局部切除的话 你可以建议说切除之后 每年还是要做这个观察检验 你的皮肤专科医生 他一定会教你每年做观察检验的 而且一旦是这个皮肤的治疗 有这个癌变的过后色吗 未来其他的治 都可能有增加的风险 精力会比较高 对 那这过程当中可能就涉及说 像有包括电疗 化疗的 这些手术的治疗手段 如果是说这个癌变是有扩散的现象 对 它必须要有的 而且好多时候 比如说黑色素瘤 其实人还好好的 就好短的时间里头 突然间 突然间 像我那些朋友家是突然间 那个是因为它一直是潜伏 潜伏在 已经是在扩散了 对 就在往里头伸了 然后在外面看到的时候 其实已经可能到了末期了 所以多多 现在最后的建议 给我们简短的建议一下 就是能不能说身边 身上特别多智的朋友 要减少太阳的曝晒 这是其中一种地方手段 那是一定要的 用防晒 用防晒 再用防晒 那第二个呢 记着我们刚才讲的A B C D E F 然后看看你自己的字 如果真的是有任何的 不祥的变化 就寻找正规的医生 不要到马路旁 去边给别人点字 路边 路边的名医 对 我们谢谢 谢谢 谢谢 好 这里先休息一下 稍回来呢 我们也要教大家 怎么样吃出健康来 吃出健康的贫肤 不要走开 谢谢 谢谢 要过一个好的生活 就是要一个好的运动 但是呢在做运动之前呢 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拉伤自己 所以拉筋这个环节是很重要的 问一下老师 那拉筋其实为什么这么重要 因为如果你没有拉筋 你的肌肉全部会短 它会少的那个弹性 比如说运动前的话 我们的那个肌肉是比较短的 对 所以你要拉它 比较给它flexible一点 对 然后帮它warm up 运动过后就是要拉筋 因为你帮它recover 如果你运动过后 你会有muscle sore 是吗 如果你有做proper stretching 它就是减少它的痛的感觉 我们今天呢 就是要看我们怎么样stretching 第一个呢就是要把你的手 一个手放在你的大腿下面 就是它会帮你按着 keep your shoulder in place 另外一个手 就在你耳朵上面这样子 帮你拉过去 当你会觉得你这边 你的 trapezius muscle 会好像有一个很 很紧的感觉 很紧的 对很紧的 对最重要呢就是 你stretching 的手 把你叠着 其实你 STRETCH到你的背筋肌 你超过 30 秒 特别还要 最少三分钟 这么久 最少三分钟 现在多一个拉伸的动作 就是会帮你stretch到你的背阔肌 双手放过去要直 然后就是慢慢把你的头 这样子推下去 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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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脚要直 你的脚直你也是会觉得 你的肩脚上面也是会拉到的 你呼吸要呼进去 出的时候就下多一点 当你做这种拉伸 就是要保持这个姿势 至少一分钟 正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那为什么今天用那么多的水果呢 因为今天我们谈的是照顾皮肤的健康 所以我们今天用的材料含有非常高的维他命C 它是众所周知的 因为维他命C可以帮助我们体内黑色素的形成 可以美白 然后另外两个维他命 也是对皮肤非常好的 那可能不是那么多人知道 就是维他命1和A 那维他命E其实是我们身体一个自然天然的防晒的那个保护层 防晒啊 对对对 可以抵抗UV 对 然后维他命A呢 它是帮助形成色素 在我们的皮肤底层形成一层色素 也是可以抵抗紫外线 像保护膜这样子 保护膜 对 而且质地提示维他命E哦 抗老哦 那维他命E在哪一种水果里头最多 维他命E就是我们今天特别用到的牛油果 牛油果 OK 丰富的维他命E 那做口做之牛油果的这个营养非常的丰富 它不单只对这个皮肤好 它对我们的关节等等的也是 对对 而且它的那个健康脂肪含量很高 那皮肤的那个弹性跟我们的体内的那个脂肪含量 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要有一点好的脂肪 你的喜不得行的年轻 对没有错 不要整天讲减肥减肥减肥到好的脂肪都没有 减到干掉 没有错 没有错 然后我们今天有分成两个部分 那一个部分呢就是那个奶昔的那个底层 OK 所以肯定就有这个咯 Yoghurt 然后有刚刚所提到的牛油果 跟一颗芒果 那这颗芒果呢 要把它切成丁 然后再放进冰厨冰冻 大概可能三个小时让它结成块 芒果冰 芒果冰 对没有错 还有就是这个西式的 然后跟一杯这个西式的菠菜 那菠菜有很高的那个铁质 那可以让我们体内的红血球更好的形成 就是让我们有那个百里透红的感觉 啊 铁质 对 好了 这个就是它的底层 那我们 底是这个部分 底是这个部分 那我们可能就先来做那个底吧好吗 好 那怎么做呢 那这个Yoghurt是没有加味的是吗 就是原味的 原味的 原味糖分 没有糖分的 OK 因为水果本身就有它的果糖 没错 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加额外的糖 好 比较健康 那先把Yoghurt放进来 这个要挖吗 要挖出来是吗 好的 那就拜托 所以这个分量要多少呢 这个牛油果 一颗就好了 一颗 我们今天所做的分量是共两到三个人食用的 我要整颗丢进去了 对 没错 OK 好 这个比较难的给你 竟然 因为多那一粒盒 我不知道要怎么处理 好 其他的 要加水吗 老师 不用 因为水果本身它就有那个水 水粉 而且我们要达到那个很奶油的感觉 所以我们就是 不要加太多的水 不用加太多的水 就不要粘稠一点 好的 然后就打碎它 打碎没有错 那需要加冰吗 因为加冰感觉好像会比较凉快一点 好 好 出一点状况 好 好 这可能要摇晃一下 是 对 可能要搅一搅 对 搅拌一下 对 那打了这个之后 其他的水果是我们准备好 其他的水果呢 那基本上我们今天用了非常 因为叫做彩虹奶昔嘛 所以我们就用了非常不同颜色的水果 那水果的部分呢 那我们有黑莓 有蓝莓 是 对 然后还有其他的 小其果 有 是 草莓 草莓 跟辣果 OK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颜色都我们挑到好 因为我们常常会强调说这个 这个七色的蔬果要吃 不同的营养素 对 对 然后今天 底层做好了过后呢 那其实过后的就是 就凭我们的 创意 创意 跟我们的想象力 就是如何去装饰它 那这边这些呢又怎么样 这些呢 其实就是五谷炸料 我们都知道 对我们的食品是非常好的 那我们这里有麦片 然后有蜜麦 蜜麦 然后有茄芽子 然后有pumpkin seed 就是南瓜籽 OK 跟开心果 是 那它除了可以提供营养之外 也是可以提供那个比较好的口感 就是让整体吃起来比较舒服 而且还可以补脑 没有错 对 那芒果我们要把它切成丁 就是这样子花几刀 然后就是用一个 这种汤匙把它挖出来就好了 很简单 所以可以看得出 Jojo你其实很讲究食物的美感 对 我们讲这个色香味 对不对 因为有很多人觉得就是说 可能健康的食物吃起来 可能就是很淡 都不好吃 那色香味俱全就是要让 它首先要先吸引你的眼睛 就是让你的心去打开去接受它 就是让你的食物吃起来 就什么食物都很好吃 好 我迫不及待 我们马上就来试吃的 试吃之前看一下我们今日的食谱怎么做 对 你有点知道 好 我的kelt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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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